你以为给幸福树随便养养它就能够长得很好吗 很多花园基本都不懂养 以为随便浇浇水它就能够长得很旺 死不及时间一长了 就续出现黄叶 钓叶等等一些现象 最后造成伪念干枯 整个脊柱就干死了 我们可以每个月给它放一到两勺这种微生物经济 紧紧地撒到盘土表面 随着浇水它就会慢慢的融化 让根息吸收 一个月之后你就会发现幸福树的叶片 就像喝奶油一样长了一粒油油 因为里面所含的有益活精 以及有机器成分是特别的多的 比较适合这种棍叶植物 或者是其他的本栽植物 也是农样食用也可以 如果你想要把幸福树养得很好 不妨试试这种方法去养护 同时以闪色光为主 不要将光暴塞就到了 这样就能够把一棵 甚至更多棵幸福树养得比较好 好了 这一集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